欢乐宋二凡盛美 最终结局大剧透我们知道 欢乐宋第二季中 新增了两个男演员 其中一个就是陈家康 陈龙是樊盛美的上司 樊盛美的新追求者 英俊成熟 对于樊盛美有好感 欢乐宋二中陈龙饰演的角色 应该是为了助推樊盛美和王百川两人感情 所以他这位金珠和萧美的缘分 更像是生活 给我们开的一个玩笑 那么两人的结局是什么呢 一起来看看吧 欢乐宋二凡盛美 最终结局大剧透在第二 季中 王妈妈知道凡家的情况后 就用王百川的手机 与凡盛美出来 要她离开王百川 两人在经历一份波折又复合 准备买房结婚时 房盛美遭到哥哥起诉 上法庭打官司 王百川为了避免房子被房哥抢去 就没有在房产证上 加樊盛美的名字 导致两人彻底分手 而樊盛美最后跟帮她打官司的律师和上了 欢乐宋二樊盛美 最终结局大剧透凡盛美与王百川分手 一方面是因为家庭原因 另外一方面 则是因为房产证加名字问题 因为王百川担心凡姐家再度出事 导致连着自己不光是赔了房钱 连着自己唯一的一点寄托 都付出东流王立可最新写真曝光 如油画版质感女神 饭十足搜狐娱乐训 日前 养妾女神王立可远赴尼泊尔拍摄的最新时尚写真曝光 王立可身着时尚潮服 在尼泊尔如油画般的风景中女神饭十足 据悉 由王立可挑大梁主演的电视剧《女儿红》 目前正在央视一趟黄金当热播 掀起了一轮收视热潮 责任编辑张家慧 UK049 分享 在相关阅读《花言与少年3》 《嫩诈放飞自我无所忌惮》 丛林挑战惊喜不断搜狐娱乐训 《花言与少年3》 冒险节目目前正在湖南卫视热播 最新节目中 七人团即将结束热情颁放的巴西之旅 前往非洲会和陈百林 被节目组套路习惯了的花哨团 也纷纷主动猜测下一任结棒导游人选 早前呼声最高的那扎 再次成为热门候选人 虽然那扎能否众望所挥 接棒导游还是未知数 但是随着节目的播出 温柔软 萌的那扎的蜕变 可谓有目共睹 不少粉丝惊叹有意思了 我们猛扎也开始放飞自我了 在巴西狂欢节小吃牛刀 为大家另类演艺PAP的那扎 在本期节目中彻底放飞 一眼歌喉 流行歌曲经典金曲随口就来 摩音串烧精彩分成 经历了多日生吃俭用的花哨团 在树屋享受到了自助大餐的待遇 那扎的吃货潜能也大爆发 胃口大开得他大快朵移 女神包袱完全抛在脑后 经历了滑翔翼 食人鱼的重重爆击 溅入家境的那扎 面对各种挑战也越来越得心应手 信心倍增 面对亚马逊不容错过的精彩挑战 之一丛林爬树 那扎也是跃跃欲试 经过一番训练 那扎更是自创独具一格的爬树招式 虽然面对高耸若云的古树 那扎仍旧有点紧张 甚至屡次表达了想要放弃的念头 但是在队友们的鼓励和指导之下 那扎不断克服障碍 慢慢向树颠发起挑战 他能否成功完成挑战爬上古树 让我们拭目以待 被众人寄予厚望的候选 接力导游那扎虽然一直诚狂诚恐 不敢相信大家的推测 但是他还是在谈的不安中 为成为导游的潜在可能性做准备 一方面寻求辣椒CP 江苏颖的帮助 一方面默默地协助杨又宁为大家打理行李 他还会展现哪些导游力十足的举动 完全放飞的那扎 还会有哪些惊人的蜕变吗 再次背负众望的呢 扎会成为新一战旅程的导游吗 更多精彩 敬请期待五月 二十一日周日晚二十二点 湖南为雪播出的花儿与少年三 冒险记和女神纳扎一起探索南半球吧 责任编辑刘淑兰 分享 在香管日读 郑爽和罗进拍戏被要求报警点 看完路透对他们的剧还真是期待 最近 郑爽和罗进在横店拍摄新戏 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 前几天还放出了剧组赵 今天赵五儿还放出了剧组拍摄视频 郑爽和罗进 当天要拍摄亲密搂抱的戏 但是看之前的路透打人 私下交流不多 所以这还挺刚大的 只见郑爽是戏的时候 轻轻搂了一下罗进 小脑袋还靠了一下肩膀 导演一说好 爽妹子立刻撤去 还害羞的 拿剧本敲了敲头 之后便和导演聊天 好像在商量什么事 只见爽妹子开玩笑的喊了一声 能抱紧点 看来郑爽也是想通过说笑来缓解一下自己刚才的害羞啊 话说 拿着剧本《狂山风》是因为刚才那一爆吗 之后郑爽在一盘跟助理对戏 还不忘研究到的姿势 勇敢地伸出了双臂 郑爽跟助理妹子的关系真是好 还出手帮她弄头发 嘖嘖嘖 等到正式开拍的时候 郑爽本来是一只胳膊抓住 最后直接双臂圈住了罗进 诺 整个过程是这样的 似乎在说什么秘密 郑爽虚微下 高兴地圈住罗进走进楼里 导演也是很懂观众们的心了 在一边大喊 报警点 下戏后 郑爽爸爸来接姑娘回家 照五儿一路跟随 才发现原来郑爽一家 又换了新的地方 一家都在上海还真是蛮好的 拍完戏就被爸爸接回家 还挺舒逃的 这段时间 关于为了你这部剧的路透动态 还挺多的 之前不是 还有骑自行车的这一段吗 这应该是男女主学生时期的戏份 看着爽 手里拿着简历 应该就是毕业找工作的戏份了 反正这部剧讲了男女 主十七年向之相爱的故事 主要还是以甜的戏份为主 所以 看完路透的橘子军 莫名地期待这部剧了 坐等 最后一句有谁看过这篇小说吗